我奶奶今年70多了 最怕的就是过冬天 还不是啥怕老年病高血压啥的 就是怕吹凉风 一受凉就像有感冒似的 而且肋骨两边就疼起来了 所以只要天一冷 是吃不好睡不好的 而且手脚还总是特别的凉 舌头颜色也特别的淡 舌他也白 小寒风一来就感觉疼 两肋疼 那这肯定是寒凉的事啊 患者啊 他一般是什么呢 他就是凉了更难受 就是不凉的时候 他也觉得两肋不舒服 要是一朝凉了就会更难受 那为啥会这样呢 他遇冷加重 他就说明里头有寒呗 肝经有寒呐 这种情况下是有的 遇冷加重 因为两邪它是绝阴经 绝阴肝经 或者我们说少阳肝胆经 它所过之处 寒主收饮主凝滞 那他不通则痛 他就会疼呗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 他就是实际上就是更偏于血寒 这种肝胆出现寒的 这个还有啥别的这个症状呢 我们直播间小伙伴啊 是有抢拿的 因为可能这样太多了 这位就说我奶就是怕冷 然后四肢老是凉的 而且说吃啥都没味 另外一位说舌苔是特别的白 像有层雪似的 头晕啊 脸色有点偏白啊 然后呢就是特别怕冷 特别怕冷 有的时候还会伴有 是风吹吹点的不舒服的那种情况 是 但是年轻人有的来月经的时候 他还伴有痛经 郭老师 我刚才听咱们直播间里朋友描述 我发现这事好像是老年人居多 是吗 那为啥呢 之所以老年人居多 那因为老年人嘛 他的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在下降 尤其是这个 要是身体素质不太好的 气血又不太足的 然后再招了点凉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